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悠 對上一條影片我就跟大家介紹了一些UB送給我的禮物 今集就會跟大家開箱我在比賽收集到的周邊 快說不多說 Let's go 首先就是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無聊的東西 就是大家平常在演唱會會有一些打氣棒 就是那些吹元氣的漸漸的兩塊那些 這個就是那時候世界賽有給到的一個打氣棒 這個打氣棒其實就是我當時用的打氣棒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無聊 但是對我來說這個打氣棒的意義是 其實很多收藏品的意義不是那麼少 對我來說是很不同的 它不單是一個打氣棒那麼簡單 它是一個回憶來的 然後就看看下面這一架衣服 首先說了我現在身上穿這一件 我身上穿這一件就是 就是我之前在東京的APAXANOS買回來的那一件 除了這個Ella logo 其實還有一件Hibana logo 不過那些Hibana logo 因為我們平時都會拿出來真的穿的 這兩件就 所以那件就扔掉它洗 給大家看著 好這件就是 在世界賽對上一次評估買的T恤 它其實就弄得有點類似對衣服的樣子 質料都像是對衣服的樣子 但是因為我覺得不是特別好看 所以這件就是Devoss買了 而其他我們在明高買的衣服 其實我們每人都是買了一件的 對 總共兩件 但其實這件衣服 雖然我覺得它的型不漂亮 但是它是 在這套黑色位置 其實是印了很多不同Rainbow 6 Operators的 所以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收藏是不錯的 不過我就不太喜歡這件 所以不如很快就 去掉了 OK 那就到下一件了 這件也是在明古屋買的T恤 上面看到是Hibana的Logo 以及Hibana本人 雖然跟遊戲裡面的樣子差很遠 不知道為什麼遊戲裡面 Hibana的樣子可以這麼膠 其實 非常簡單 其實就是中間一個圖形 然後寫著Japan 2019 這件也是日本的 這件衣服 其實我跟Devil沒有拿出來穿 這件衣服 就是收藏用的 YOSH 來到明古屋的最後一件T恤 就是這件 有Q版Echo 以及Hibana 我聽說 其實他們就是找一些 Fans的Artwork 然後就問他拿手拳 然後就印了這次世界賽的T恤 整件事其實很開心 如果我是那個 話師 我一定會開心 那當然 除了我桌上的T恤之外 我們也是有另外的收藏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先說到這一件 這一件 這一件就是我在 APAC FINALS買回來的一件外套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很簡單的 設計 都是黑白色為主 這裡有一個Rainbow logo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裡是一個魔術貼的位置 那這個魔術貼的位置 是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它當時買這件外套 它就有附送到一些膠 那些膠上面 可能就有Rainbow 6的Logo 或者是一些 鋼圓的Icon 這樣就讓你可以貼上去 但是因為我的幾塊膠 我已經被我收藏在一個 家裡的深深處 所以我是今天拿不到給大家看的 不好意思 因為這一件 平時我是掛在衣櫃那裡 跟一些收藏的衣服 掛在衣櫃那裡 我怕我黏著它會掉 所以就放在另一個位置 給大家看了 但是 這件衣服 就是這樣 很簡單的 一件封衣 穿起來其實挺舒服的 如果不是它這些魔術貼位 我想我平時出街都會穿 因為這個我們也是買了兩件的 是一件收藏一件全膠 哈哈 那就 然後 就是這樣 然後另外一件 這件真厲害 讓我先穿起它 不得了 它不得了的位置在哪裡呢 是貴到不得了 這件衣服 其實是很值的 當然 我到現在買完了 雖然付錢的時候有點心痛 但其實我覺得是很值的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這件衣服其實很多細節位 都真的超級美 然後 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HIMALA的Logo 這邊也是一個日本Logo 後面這裡 是HIBANA的畫像 而它上面這裡 其實它的質料是不同的 它這裡是一個刺繡的質料 跟外面這些 有點像蜂褲 所以我不是太了解 這些布料是怎樣 但是它這裡的質料是不同的 它刺繡是很漂亮的 然後它這件衣服 除了一面之外 它還有可以反轉的 它這件衣服 反轉了 就是這樣 看得出Yubi 相當之偏心 它們就是 做了EBANA 所以是沒有Echo粉的 背面這裡 就是一些日本 可能比較特色一點的 代表性一點的圖案 例如 富士山 或者是 櫻花 我不知道這是否是鳳王 它左右 手臂這個位置 也有瘦到整條籠 當然也會有Rainbow6的Logo 真的太漂亮了 華瑟這件衣服的價錢 其實就是 3000元港幣 你問我 我到這一刻 我都覺得很划算 但是 因為3000元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所以我們都 沒有給6000元去買到兩件 我們買了一件 收藏就算了 但我只能夠說 其實3000元 是一個很划算的價錢 因為 先不要理會 其實這件衣服 本身的用料已經是漂亮 設計已經是漂亮 你還要想想 是世界菜 這麼有紀念性的一件外套 這麼漂亮的一件外套 只有3000元 我真的覺得很划算 所以 當時就 一點猶豫都沒有 雖然看到我的價錢 也沒有期望 會有這麼貴的東西 突然彈了出來 但是 完全沒有猶豫 馬上買了 好 說完兩件外套 還有不同的T恤 接下來就要介紹 我們最珍貴的兩件衣服 就是這兩件 這兩件衣服 有什麼特別呢 明明這件剛剛還要介紹 有什麼特別呢 上面是有很多選手 或者旁述的簽名 這件衣服 就是APAC FINALS時候的衣服 上面是有 有不同的RANGO的簽名 有FANATIC的簽名 有ERRORWOLF的簽名 有當時的日本龐雪的簽名 有些選手 甚至現在是沒有打到的了 是... 對 是相當之有紀念教 大家明白嗎 這些簽名是... 很珍貴的 因為 你不知道選手什麼時候 下一次就不打比賽了 始終在亞洲特別RANGO6 暫時市場都不夠大 對 很多選手的壽命其實都還很短 所以是... 很寶貴的衣服 然後另外一件 就是對上一次PROLEEP FINALS的T恤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PROLEEP FINALS那邊的簽名 是比較少的 因為我們就... 沒有去到After Party 就找不到那麼多選手去拍照 但是我們超級幸 我們在Kickstar和Entero 一些很出名 我們是很崇拜的旁術 是... 幫我們簽名了 而當時呢 其實他們都跟Devos 聊了很多 很鼓勵Devos去去搞比賽 或者去講比賽 其實... 這些比賽是... 或者這些選手的旁術 這些回憶是給了很多重力 我們去搞RANGO6的比賽 所以... 看這些我自己就會很開心 因為... 實在是... 太美好了 這些回憶 好!那我已經開箱了 現有所有的RANGO6收藏品了 那... 這遊戲呢 其實真的帶了給我很多很多東西 不單是這些收藏品 更加有很多回憶 甚至是我這一群觀眾 我相信你們有部份人 都是因為我玩RANGO 才會進來看我的 甚至是我現在的一群好朋友 其實都是透過RANGO6 這遊戲去開始認識的 快忘不多說了 收藏也是這麼多 好!希望未來呢 我有機會可以... 有更加多不同的收藏 以及有更加多機會 去世界各地 看不同的RANGO6比賽 拍更多好的片給大家看 那... 多謝大家看到這裡 現在我逢星期間呢 都會出片的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